《焦点视频》《翼龙之原机》的时间形光幕见到翼龙师傅 Hello 你好 多谢你收看 师傅 今集我们会开一个新的话题 严格上来说都不算新的 因为师傅在《焦点视频》拍了四年的影片 其实之前都有涉猎过 但是随着师傅的粉丝越来越多 我们慎防有些新的粉丝就没听过 所以我们又可能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说一说 因为我们知道师傅在电话号码 也帮很多客户去改、调整他们的运程 所以其实也有些人都问了 喂 号码究竟原理是什么 所以一年多集我们都会邀请师傅去说一说 究竟这个数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看片的观众我也鼓励 你可以在影片资讯栏找到师傅的专业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有老师的联络方法 也会看到八字命理初班线上课程的连结 按进去就可以把握年尾的时间 跟师傅去学习这个网上课程 好了 事不宜迟了 那我不如交给师傅去说 究竟生命灵数是怎样看的 还有有什么代表 好 麻烦你 Mac 其实数字来说很有趣的 之前我说过电话号码那些 现在我想说一个叫生命灵数 生命灵数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西方的 就是用一个人的出身年月日 去推算出一个号码 然后用这个号码去推算一个人的性格 行为各样东西的 当然这个其实都很多年了 有很多观众可能都知道的 不要紧要 或者可以温故之身 首先来说 原来我们的出生 我们是 例如举例 今年是 没有今年了 去年 2022年 有个人是2022年出生的 他可能是11月5日 是时兰的 我们推算是因为西方的 全部用西方的新力去推算 不是用农力的 不是用中国的 我们怎样可以 凭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 得出一个数字就是 知道他大概的性格是怎样呢 原来很简单的 我们就将这一组的所有的数字 全部将它加起来 然后有10位数字的 都将它双加 就变成单一个个位的数字 就可以知道他人的性情是怎样的 好了 看看了 譬如说我们2022 那0呢 我们就不加的 2022就不加的 那就是2加2 再加2 好了 然后呢 这里还要加的 其实 再加1 分开两个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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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5 是的 好了 这个就是得出了这个人的生命数字了 我们试试加上 2 2 4 6 7 8 13 是吧 我们是不是得到13 好了 原来得到13呢 我们就不可以拿13这个数字来用的 我们也不可以像中国有些的计法 就是说不看前面 只是看后面的3 是不是用这个方法的 是的 我们呢就要将这个13呢 将它化成一个个位数字 1和3再加多一次 是的 那就等于4 是的 好了 原来呢 在这个日子出生的人 生命数就是4 OK 我们就是这样去看的 好 为了要再等大家深入一点点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下面好吗 是 譬如有个人是2000年出生的 是吧 接着可能是8月8日出生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又是将它这样双加一起 是吧 另我们又不加的 另全部不加 那就是说呢 2加8加8等于18 18因为是十位数字 我们又要将它1加8 将它化为个位数字等于9 是的 原来这个人呢 就出生的炼药加上 他的生命数字就是9 所以呢 大家观众呢 可以试试加一下自己是什么数字 加完之后呢 就开始留意我以下所说的 是 看看这个性格和你是 稳不稳合 那师傅 是不是总共有10个数字 就是1至9再加一个0 是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 其实原来不是的 原来是最多只去到9 好 因为如果这么巧 你的数字加10 我们又将它再化一次 就是1加0 0不用加的 其实就是等于1 如果计算10的朋友 就等于1 如果计算20的朋友 就等于2 计算30的朋友 就等于3 可以吗 明白 如此类推 啊 你太好了 问这个问题 我广告了 谢谢 好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链接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以及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 是一个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计算出来的 心理名称是狗的话 那又怎样呢 哇 厉害了 原来你是外星人来的 是的 那我呢 就很多时候 跟客人见面 我有时看到 他的出生年月日 家家 原来是狗的话 原来他呢 和这个地球人 好像格格不入 是这样的 是的 即是说呢 觉得这个地球 很多东西 为何会这样呢 即是有些东西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为何那么差呢 是吧 所以原来呢 我经常说笑 原来你是外星人 根本是投胎 错了来这个地球 是 可能应该投胎 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 或者是更高文明的星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下来这里 那所以呢 逢是狗的性格的你呢 就交为 嗯 险淡出世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说 嗯 和世间的东西 好像脱离了 有些孤独 是吧 那喜欢呢 就独来独黄 又有些孤僻的 是的 那是很有趣的 那 其实这个呢 外星人呢 就怎样呢 即是说 如果你认识的朋友 初初相识 嗯 你不喜欢他呢 你可以完全不理他 不理他 不耐祸 是的 完全断绝 那 即是 不是人人 你都会跟他做朋友的 你会选择朋友 选择得很厉害的 大家适合才能做到朋友 那所以呢 就不是很复杂 不是很喜欢一些 那些叫做 複雜的人际关系 是吧 因为你不同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呢 那些呢 就是哇 对外呢 可以对很多个人的 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呢 他都可以搞得到 但是狗的你呢 就不行了 狗仔 狗仔就是 不喜欢这种复杂性的 喜欢自己 静静的 和喜欢什么呢 偏向灵性上面的修行 或者宗教上面的修行 所以我就说 是属于一些叫高维度的性格 是的 那所谓高维度性格会怎样呢 一般修行者通常会怎样呢 通常就是 不 对那些钱 事前才如 分土的了 是吧 那所以原来呢 狗仔的你呢 对那些钱呢 就觉得呢 都是 不是很重视的 很足气的 觉得这些东西 为什麽经常说钱呢 那这样 所以是追求一个 精神层次上面的满足 就多于是追求物质上面的满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是的 那如果你身边的伴侣是狗呢 嗯 那你懂得 要怎样和他相处 是的 那如果呢 九号仔的人呢 都会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来的 都很会去帮助别人的 那最重点一样呢 都是追求一些的神秘的事物 神秘的知识 好奇心很强 求之欲很强 还有 与世格格不由 那如果九号的你的话呢 你要 反思一下 自己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事实上 我们是生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大家融入去 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好 更精彩的 那希望可以给到一些 这样的提示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嗯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有时你会见到 有些人呢 为什麽他可能 他对UFO不有兴趣啊 是吧 又或者他对一些 例如神秘 神话的东西 这麽有兴趣啊 原来呢 就是在他这个生命灵素 其实是有得解释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大家就是学师傅所说的 就是可以多多包容 互相去见解 是吧 亦都是方便大家去沟通 避免一些争拗 那在影片资讯栏 可以找到易龙师傅的专业连结 按进去就可以找到 师傅的联络方法 当然呢 亦都可以找到 师傅 八字命理初班 线上课程 那在年尾的时间呢 为自己增值 做一个很好的准备 迎接下一年的新挑战呢 那绝对是一个好的时机了 现在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和师傅 说回一些其余玄学风水问题了 我们会说2024年的生命零数 你的幸运情况 那一定是 那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就记得你 你会 copied到 收人中的工法